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不夸科 那么最近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那这个研究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还有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共同完成的 那么通过分析了860项观察性的研究 来去系统的评价 揭示了食物或营养素摄入量与11种原发恶性肿瘤 发病或死亡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那么这个研究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 囊括的很多很多的研究 那么研究指出全球约有20%到25%的癌症负担 可能与饮食和营养相关 其中肥胖因素、酒精的摄入 以及红肉和加工肉类的过量是关键的风险因素 油炸还有熏制的食品 以及高温烹饪产生的这种致癌物质 比如说本西腺癌也与癌症风险增加有关 那么这一项研究强调了健康饮食在预防癌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研究建议减少高热量食物还有肥胖因素的影响 限制酒精的摄入 减少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消费 避免高温烹饪产生的致癌物质 虽然这一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个见解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的一个局限性 观察性的研究 它只能揭示一个相关性 但是确定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癌症它是一种多因素引起的一个疾病 除了饮食之外 像遗传环境因素等等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 文化还有地域的差异 这种意味着这种饮食习惯的影响 可能在全球不同的人群当中会有所不同 那么结合刚刚提到的这一个研究 还有其他一些科学的依据 接下来跟大家揭示五种要少吃的早餐 那么第一种就是高糖高热量的早餐食品 刚刚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提到了这一点 那么甜蜜的早餐 很多人很喜欢吃 比如说甜甜圈 寒糖的饮料 还有某些类型的一些谷物的一些制品 糖水等等 那么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潜在的这种影响 像高糖饮食 高热量的一个饮食与很多健康问题是有关的 包括这个肥胖 恶性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等 那么这些其实是已知的癌症风险因素 好那第二个就是早上喝酒 有一部分人三餐都要喝点小酒 那么科学研究显示 酒精无论在一天当中哪一个时间段喝 都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酒精其实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分类为一级致癌物 好第三种早餐就是加工肉制品 那么早餐当中的一些加工肉制品 比如说培根香肠火腿等等 因为它的一个便利性 那么还有就是美味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加工肉 列为一级致癌物 与直接肠癌的发病率比较高 是有相关性的 好那第四种早餐就是油炸食品 这些高温烹饪的食品 刚刚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提到这一点 那么油炸食品高温烹饪的 比如说油炸的一些面包 这种油条 还有这种什么瓷啊 这种油炸的 那其实呢 这种高温烹饪都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 比如说本息险案 那么研究表明了本息险案在实验 是动物研究里面具有 发现它这种具有致癌性 那么尽管对人类的一个风险影响 直接的一个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也是建议大家要减少摄入这类食品 好那第五个早餐呢 就是保存不当的一些早餐食品 特别是这种出现了没变的一些面包 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早餐的食品 都有可能存在这种黄曲霉毒素 那么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黄曲霉毒素呢 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食品 然后摄入到我们人体体内 长期的这种暴露于这种高水平的黄曲霉毒素呢 已经被证实与肝癌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的 所以呢 确保食品的一个新鲜 并受到这种妥善的保存 是预防癌症的一个关键 好那刚刚解读的这一个研究呢 其实我们必须更加谨慎的去解读 理解到其实这种观察性的研究 它只能揭示这种相关性 这种要明确的确定的这种因果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 另外呢 尽管这一个研究呢 揭示了给我们这种一定的启发 就是说对这个饮食习惯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理解 但是呢 我们还是应该综合去考虑 综合去理解 就是说其实癌症 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 其实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运动啊 睡眠啊 心态啊 这种环境因素啊 遗传啊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一个饮食习惯啊 只是预防癌症的重要一步 它只是多种预防手段当中 多种预防措施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肥伤健康华科 我们下期再见